差不多说到组的再来的诗歌 若是熟悉的 他这两句话 第一个就是非常浪漫 像我刚刚取的 尼迪庸那个758首 但你要知道 我们有意思把诗歌做比较 特别像尼迪庸诗歌 我们更是不改 对不对 你比较 你来谁一首看 那我就倒选 不要说一首 我连一句话都写一首 那但是我觉得尼迪庸诗歌 并没有因为浪漫 而啊 这个变得通动 你去看一下758首 他是浪漫 但到就是他非常壮阔 这个今天不重来讲那一首 那大部分诗歌呢 就是非常浪漫 浪漫到你觉得不真实 就像这首诗歌的第一节 如果你唱这首诗歌 你只留在第一节 只注意第一节 你会发现太浪漫 对不对 这个怎么讲呢 这个我已听见他的脚声 在那的彩云中间 非常浪漫的发表 我已看见他的容声 隐约显露在天上 阿们 怎么没有人回应 阿们 我们一直唱了第三周 应该不会不熟悉嘛 阿们 那如果呢 你没有与我的同感 对不起啊 我这话不怕冒犯 那会表示你们 我们 我就讲你们了 就讲我们 好像六伴一样 怎么这么浪漫的第一节 没有同感 你不觉得第一节很浪漫 对 我们一定快要在里 天空都难了他 你不信啊 你抬起头去看天空 看不到主耶稣 你这个感谢灾民主 今天不下午 我来聚会 还有感谢灾民主 今年没什么台风 哎呀 我们脱离灾难 你看 一点也不浪漫 这个等候主来的人 他一看天空 他就觉得 整个的天空满了他 对 你看浪漫不浪漫 对 对 一定要说阿门 不然你就讲那个 对 第二 第二 对 有的诗歌呢 说到主要再来 就非常的难一遍 就像这首诗歌后面 接着 提五七 提五七 不知道你们唱过来 那这首诗歌是 非常严重的一首诗歌 我能否忘 快来的主题 佛佛佛心 他要讲目 然后特别 你看这首诗歌 第六节 我能否忘这个信息 我要呼喊 持地战利 你看这些发表 就是非常严肃的发表 好 那我只是做一点 这个比较 那今天我们就要好好 进入七五六 这首诗歌的第一集 那我刚刚说过 这首诗歌非常宝贵 它兼具浪漫 也兼具严肃 所以的话 整个的诗歌 它这个水准 整个的价值 就提升大数 听说吧 当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你浪漫 但是不会浪漫到觉得 不真实 对不对 因为它第二节以后 马上就带你一步一步的 实实在在的 来看一个等候主来的人 他该怎么过生 真实不真实 对不对 第二呢 你不会因为这首诗歌 好像很严肃 很的确严肃 又啊 因此而而 失去了对主再来的 那种的爱慕 对不对 因为有的时候太严肃了 你就失去那个爱慕 你只会觉得 这有一种的 好像压迫感的 但是 好 那我们今天就专专来看第一节 就可以了 这个第一节 我们看一看 首先第一句话 就是 还有第二 我在欣赏这个诗歌 就是说 我再说一下 这个通常我们呢 说到主再来的诗歌 差不多 都会让你觉得 好像这个慢慢酝一样 对不对 你看很多诗歌 从第一节一路唱到第三代 有十八节 终于唱了 最后一节 讲到主要来了 对不对 好像都是慢慢来 慢慢来 它不大能 或者不大乐意 或者不大感 在第一节 啪 就把这个东西 直接摆出来 好像一说到主的再来 我们通常都觉得非常遥远 非常遥远 遥远到一个地方 这个诗人啊 他必须啊 就必须 用非常多的 前面的这些预备节 一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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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酝酿 来预备你那个感觉 但是这首诗歌 你看第一节 开中灵意 啪一下就进来 而且啊 这首诗歌的调子啊 也是 根本不让你啊 有预备空间 他一开头就搞 哇哇 你看 一开头就搞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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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一段是最有感性的 什么名都没有反应 你知道吗 那我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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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煎熬啊 所以我请你们要有反应 好不好 对 你看 所以这首诗歌他非常的宝贝 那我们已经进来了 我们要快一点 只剩 只剩五分钟了 好 那这首诗歌很宝贝 你注意一下 第一节 你不要被啊 这第一节的歌词 或者说 这个或者说 就 就调到他的陷阱 浪漫的陷阱 这个第一节的歌词 纵然是这样的浪漫 但是第一节啊 里面难料属人的真实 比方说 他第一句开头名就是说 我王 必定 快要再来 你看这句话的厉害不对 这个 就着我们的主 他第一次来 他不是显出如王 对不对呢 那两千年以前他来的时候 他是王 但是他一点也不被显出像王 对不对 那两千年以前 第一次的来 他是来做王 但是他显出 成为一个非常可亲的一位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 他受尽了许多人的藐视 对不对 许多人的气觉 若是两千年以前 他一来 就像王一样 对不对 大概我们都没有机会得救 对不对 所以感谢主你看 这里啊 他就公式第一句就不得了 他说 我王必定快要再来 对 他一定会再来 对 他不只来过一次 他还要再来 对 当他再来的时候 那我告诉你 他的显出 就完全像君王一样 对 所以他说 我王必定快要再来 对 对 因为 若是我们有这样的认识 主的再来 要像王一样 你看你整个的心情 你整个的心境 你整个对他再来的感受 该当时怎样的感受 对 好 一定快要再来 天空嘛 都满了他 我都读得非常受感动 对 我跟我姊妹交往的时候 都是我等他 所以很合理 这个姊妹不能等弟兄 这是弟兄 这个 而且我等他 常常等非常久 但是我跟你讲 我在等他的时候 我常常觉得街上 那种背后看 那个女的 我就以为她是我姊妹 再看一看 她是我姊妹 就满街都是她 姊妹都不懂 弟兄们啊 满街不觉得她 特别后来 我们十五位男 他就对她 当母亲啊 这个绑架回南部 那时候我在台北 那事实上 我知道她 不会在台北出现 她在南部 可以绑架回去了 所以 但是我跟你讲 我常常啊 在街上发现一种 我差点就 上去叫她 叫她 这就叫做 天空都满了 你们为什么不敢动 还在这个 还在这个嬉笑 对吗 对吗 我王毕丁快要在 天空都满了 你看 照着新约的原则 天就是啊 这个人跟神之间的 关系的表正 有没有 有没有 甚至上在旧约就是这样 当亚当犯罪以后 这个印店员啊 他马上就说 天就起了阳风嘛 有没有 这个天的状况 就是说出啊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有没有 有没有 天的显出 也成为一种的 诏图 告诉你 主要做的是什么 所以 主不是在福音说也说吗 你们懂得 观察这个天的 这个 这个情形 对不对 你们就知道这个 明天的气候 但你们却不会观察 这个时代的 这个 神迹 来知道 那个诏图 对不对呢 你今天 不管你看见天发红又发飞 发红 天发红 你就知道明天天起来 你看我们到西子团 你看整个天彩霞 你就知道明天天起嘛 就是黄昏的时候 对不对 然后到早晨的时候 你要一起来看 天发红又发飞 你绝不会很兴高采烈 准备也才出去教育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 今天不是一个好天气 对不对 就是我们在地上 我们看那个天 我们都知道 照头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我们今天能不能 从天来看见 这个关于主人的在来 对 听不清楚 当然这个天 就不是指着外面的天 乃是指着你里面的天 对 在属宇宙快乐复兴 主要完成旧法 那时间一是说 我也听见他的脚声 这个脚是连于行动 脚是连于行动 对不对 这个我也听见他的脚声 在那踩云中间 这个云踩 就是见证 在旧约 在旧约是这样的 对不对 旧约对以色列人 他们在旷野要行动的时候 他们怎么知道 该往哪里行动呢 就是灵彩 灵彩 灵彩折盖慧目 灵彩升起 灵彩降下 就成为他们在地上 行动的指标 所以先过来的顺便也讲说 我们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踩 围彩 围彩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主的行动呢 你要看看这云彩的见证 你就要听见他的脚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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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多 对